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嫻彥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鈴薯嫻彥霖 上個禮拜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台灣的早餐店嗎 然後有順便做了一個漢堡評比 其實台灣還有另外一種早餐店也是我非常喜歡 而且甚至受到很多外國人喜愛的豆漿店 今天幫大家蒐集了5家聽說在網路聲量還蠻高的豆漿店 然後來順便做一個小小的評比 其中裡面有一家是得過米其林推薦的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其實一家店成不成功呢 就是要看它的豆漿好不好喝 因為豆漿就代表了整個豆漿店的滿面 台灣人喝豆漿都會搭配一個油條 所以我覺得油條搭配豆漿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組合 到底哪一家的豆漿油條是我喜歡的呢 好 我們趕快開始吧 來 第一家 我先聞聞看味道 其實我已經聞到好濃郁的炭香味喔 然後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那個糖度是沒有調整的 我們就是點一般的 因為其實它有的可以點無糖 我想說公平公正呢 就每個都是一樣的糖度好了 然後看看哪一家的甜度 會太甜或是不甜的 先來說說看我摸這個油條的醋感 就是我覺得它現在還蠻脆的 脆中帶軟 我覺得這家的油條我應該會蠻喜歡的 好 先喝一口豆漿 噢 它的味道就跟聞到的一樣 那個炭香味非常重 就是有一種古早餅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個甜度其實剛剛好 這家的油條好吃 它的油條不會有油耗味 因為它的油條外面一層是比較脆的 然後它用來沾豆漿的時候 它可以吸附滿滿那個豆漿 就變很軟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油條是搭配起豆漿 是非常好吃的耶 所以要來公布這家是哪一家了嗎 世界豆漿大王 這個是創死店那一家嗎 對創死店 它那個炭香味很重耶 我覺得它這樣沾來吃好好吃喔 這家我真的蠻喜歡的 好 來第二家 這個就沒有那個炭香味了 它蠻甜的耶 這家 可是我覺得它豆漿味好有特色 不知道該怎麼加 它那種香草的味道 但是它的豆漿的那個純度 我覺得是算中等 也沒有到很純厚的那種 這個油條偏硬一點喔 它這麼硬OK嗎 比較偏向吃餅乾的口感 這家真的有硬到耶 好我先試試看 蘸豆漿它會不會變軟 不太像是在吃油條了 我覺得它的油條稍微可惜了一點 你要說它脆嗎 它其實是脆的 但它是脆到有一點硬了 我覺得它就沒辦法吸附那個豆漿了耶 一般來講 可能比較不喜歡太硬的油條耶 我來看一下 秦小姐 欸那我覺得秦小姐的豆漿 可能就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傳統味道 我覺得它是算特色吧 應該說它的甜味蓋過豆漿本身的味道 對而且它又多了一個好像不是香草味還是什麼 我覺得太特別 第三家 它應該就是一般我們喝到豆漿店賣的那種豆漿吧 它很順口耶 但我覺得它也沒有到非常濃唇香的那種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的豆漿是那種比較重豆味的 黃豆香氣要很濃郁的那種 我就超愛 這喝起來其實它很順口 它就走一個比較中規中矩的路線啦 我覺得安全牌 油條是介於呢 沒有到非常硬 但是它很脆 脆中呢帶一點軟的那種 但又還是不夠軟 我覺得沒有像第一家那麼軟耶 好我試試看 好像真的有點硬 我覺得它跟上一家差不多耶那個硬度 不知道為什麼它沾了豆漿它好像仿如沒有變軟耶 它還是好固執喔這個油條 固執油條啊 我還是喜歡第一家的油條耶 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家嗎 連鎖的成都豆漿 我好像也沒吃過耶 我覺得它那個豆漿品質跟油條品質就很像我們一般出去啊 就隨便買一家都大通小異的感覺 它並沒有太大的特色 它就是走一個非常普通中規中矩的路線 就是如果你對豆漿跟油條沒有太大要求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 因為我覺得它是吃飽的啦 第四家 這味道很好聞耶 其實 剛剛因為喝到上一家 覺得太普通了 然後我喝到這一家 我覺得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這一家的那個豆味非常的濃郁耶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豆漿 因為我要的豆漿就是它的那個豆味呢 要非常的濃郁 才第一口就超級濃郁 那個濃醇香 好想知道它是哪一家 非常有名 開始有點簡單 然後我覺得它的油條 這個可以跟第一家有的比哦 好 那就直接來試吃囉 它的油條很厲害 它一沾到豆漿 直接就變軟了 就是在吸滿湯汁的 嗯 而且很香耶 我覺得它也是完全沒有油耗味 限制比第一家呢 才更好吃一點 我太喜歡這一家了 我想看一下 哇哦 不行耶 這個不是很難買得到了嗎 對啊 打電話訂購完之後 足足等了30分鐘 蛤 打八個小時 我覺得 超值得等 就是在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的情況下呢 你先幫忙吃 我覺得真的最準的 因為呢 要不是我喝過前面三家的豆漿 我真的沒有辦法喝得出 它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它真的超好喝耶 難怪它的豆漿會這麼的有名 聽說它好像是米其林推薦的對不對 對 沒錯 米其林評審跟我的口味應該差不多 最後一家 這味道也是屬於比較甜的味道耶 它豆漿其實也是還不錯 也是屬於比較中規中矩一點的豆漿 然後甜度也不會太甜 但是我覺得 它也不會說到很水的那種喔 它還是可以喝到那個豆香味 我覺得這一家豆漿我也會蠻喜歡的 先來看看油條 唉唷 很可以這個油條 又找到一個還不錯的油條 這個油條呢 摸起來呢 很平均 都是屬於比較軟一點的油條 沾豆漿的油條呢 一定要軟才會好吃 我覺得油條呢 還是要脆中帶軟 軟中帶脆中的口感 它這個好像又偏太軟了一點 OK啦 因為我覺得看人 有的人很喜歡超軟穿熱的油條 那這一家會喜歡 這個就是吃起來比較沒有油條的特殊口感 偏軟的 嗯 好我來看看 這是哪一家的啊 鼎原 鼎原的小龍湯包很有名耶 我覺得它的豆漿也是算好喝的啦 就比起很多連鎖的豆漿店來說 真的是算好喝的了 只是我覺得它的油條啊 如果可以再稍微脆一點點的話會更好 就是目前如果要來評選我最喜歡的油條的話 是第一家世界大王跟布航 這兩家油條 太厲害了 那豆漿 不用比了 它就是稱霸的 你知道嗎 今天這樣子盲吃完所有的豆漿油條 老實講 我真的覺得每個人對於豆漿油條的喜好度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真的每一家煮出來的豆漿 差很多 真的都不一樣 雖然它們都是用黃豆去煮的 但我覺得味道就有差 我覺得冥店就是冥店耶 為什麼它能夠排長龍 而且聲量這麼大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是真的好吃 重新見識到富航的豆漿 太強了 不知道呢 今天幫大家整理的這些口袋名單呢 你們又最喜歡哪一家的豆漿油條呢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了 或者你還有推薦其他更好吃的豆漿油條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推薦給我囉 好 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個分享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訂閱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記得幫我訂閱 我是瑪麗俊仁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